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为了提升行人穿越路口的安全 副议长徐雪玉近日会同了公路局 县政府交通科 进行十丰乡志学村台九县 行人穿越道设置行人庇护岛的会刊 与道路分隔岛设流行人带停区域 提供行人暂停或年长者过马路时的产席空间 台九县车流量相当大 而在乡村道路老若妇孺使用率相当高 在行人穿越路径时较长的路段 经常是发生显向欢声的情况 为了提供长者以及妇孺 更安全的走在行人穿越道 特地会同了公路总局第四公屋段 华林县政府交通科 华林县警局收封相公所 进行了台九县志学村屋役 戴天府两个路段 增设行人庇护岛的会刊 那我们公路总局它第四工程处呢 这一次有一个议算 就是做这两个路口的一个富佑岛 让我们方便我们长辈呢 这个行走这个台九县的时候呢 能够如果不能一次到位的时候呢 能够在中间的这个富佑岛呢 中间休息 然后再走下一个红利灯这样子 那其实长期以来公路局在第四工程处呢 给我们受封的这一个区块里面呢 做的相当多 包括了志学平和跟我们寿风 以及我们台十一柄的一座 那陆续如果说我们还有需求的部分呢 我想公路总局的第四工程处 他们都愿意为我们来做 那目前志学的这两座呢 是因为剩下这两个位置 如果做好之后呢 我们的台九县的这个道路的一个修护 就会再一次的重新铺设 整个路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平顺 那前面呢 现在是在我们屋翼到我们的木瓜溪 这一段呢 在铺路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的用路人能够注意到安全 副议长徐雪毅也指出 进一步的提升行人穿越大型路口的安全 希望专案办理设置行人庇护岛 不仅可以提供中途庇护安全停等区域的使用 也可以避免左转车辆进入台九线时 切西瓜动线碰撞到行人的机会 记者凌桀 收包箱 彩毛老